这就好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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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里到这 五点 谢谢 谢谢 带鬼去到街 外号叫穷鬼的天堂 大家好 这里是徐家会的嘉陵路 近100米的街道 有20多家小吃店 也被称为是碳水一条街 我们一起去看看 这边都有哪些好吃的 现在是早上8点20分 看很多人来买早餐 我们从这边进去 这里是一个菜场 徐汇区嘉陵菜市场 看一下 韭菜鸡蛋馅饼 3块5块的 特色腔饼 怎么卖的 12元一斤 12元一斤 6块3 6块3 这个是什么 两个桶 这边是种子 5块到12块都有的 这个是整形种 现煮的 这边是包子店 包子的价格是2块钱到3块钱都有 这边是1块4块1块 这个是1块2块 1块4块 锅切7块钱4个 半盘油条胡辣汤 这个饼很漂亮 饼怎么卖的老板 2块5 大的呢 2块5到5块都有 这家店的产品很丰富 麻团 这个怎么称呼呢 这是糯米糖糕 2块钱一个 这边生意很繁忙的 这个大饺子叫菜饺 菜饺是3块钱一个 这家店虽然不大 但是吃的很丰富 包装好的粥 这边是茶叶蛋 这边是卖生煎的 锅贴生煎 看买早餐的人排长队了 生煎锅贴都是7块钱一份 7块钱一份 对 7块钱几个 4个 牛肉煎包 3块钱一个 10块4个 生煎锅贴都是7块钱一份 7块钱几个 4个 牛肉煎包3块钱一个 10块4个 这家做的是枪饼 9块钱 这家做的是枪饼 好 开始 按您的流程吧 好 这边去吧 好 五块钱 咸菜 7块钱 8块钱 9块钱 好 一碗 现在吃的 好 一碗 我们吃的 今天吃的 有 小点 一碗 最后 也很少 做这个生意也不容易 我现在走到这条街的中间了 这条街美中不足的地方 就是这些招牌过于统一了 如果每一家都做出自己的特色 那应该更好看了 这里是正宗北方菜盒子 各有各的特色 一个菜盒子多少钱 7块5 这些蔬菜是做三个菜盒子 这是老上海葱油饼三块一个 如果加鸡蛋的话是4块5一个 那边饼做好以后这边可以加鸡蛋 牛肉煎包3.5元一个 10块钱3个 老板做一个过了多长时间 12分钟到15分钟 咖啡 请报告状,3.45元 老板你们在这经营很久了吧,爷 很久了 差不多有四五年了 这个市场好像已经开了十几年了 这边是饭团,油条,大饼 老板,这个饼怎么卖的 也没什么 收钱包到价二十三元 这边的米饼很少看到了 米饼加油条是5块5 很多人排队买米饼加油条 5块5买了一个米饼包油条 这个好久没吃过了 尝尝看 米饼是一面脆一面糯 不错 这个十多年没有吃到过了 嘉宁菜市场的入口 青菜3块5一鸡 买菜的人也很多 这里排队是买什么呢 韭菜鸡蛋饼5元 葱油鸡蛋饼是4块5 自己放调料 动作非常快 老上海蟹壳黄 蟹壳黄是2块5一个 现场制作 现在已经卖光了这边 又给我拿两个油药吧 这里是一家熟食店 都是好吃的 按斤称的72到35块钱一斤都有 熟食店还可以免费试吃呢 糖素排骨 这养生日是在那个上 就走保护菜嘛 看有一条街 外号叫穷鬼的天堂 以前上海这种东西多了 现在为什么呢 被政府慢慢的全部规划掉了 还要保护高端 这些平民的东西 这些地区的东西就没有了 这边保留下来还挺不错的 民企挺大的 是的 是的 过两年赶紧拍 过两年说不定就没了 黄糕怎么卖的老板 哪卖谁一个 来 这边的烟火气真的很浓啊 这是一家馒头店 蒸馒头的 看这个蒸笼大吧 馒头是七毛钱一个 一锅馒头要三个半小时 时间蛮久的 蒸三个半小时呢 要饧面要蒸出来 我们一锅馒头两千个嘛 一锅两千个 数量挺大的 对所以时间长一点 你可以介绍介绍你这里的面食都是哪些品种呢 这些煎饼现在都是机器化的 这是煎饼 这些馒头类的 这是玉米馒头 都是我们手工做的 这个呢 燕麦馒头 这是荞麦面的 荞麦面 这个是饼 对这是饼之类的 花样挺多 对 面食 而且我们这里没有任何油什么的 这边都是金蛋的 这个呢 还有一个三角的 糖工 对这是手工做的 糖工 现在已经九点十分了 来买早餐的人并没有减少 因为这边有个菜场 大家来买菜的时候 顺便买一下早餐 这边早餐的种类确实挺多 有一些呢 在其他地方确实很难买到 碳水一条街 我们就拍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收看